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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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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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你自己要开始一个吃素 一个念经 然后呢自己许许愿 让自己身体变得更好 然后呢 要经常走路 泡脚 你的中风的主要问题 你的肚固醇太高 我看你刚刚血流的特别慢 就是你的血凝度很重 血凝度太高 血的凝度很高 看见了吗 这个都是医学界的东西 现在老先生 你自己要慢慢的 脾气要改变一点 虽然你这个脾气 在台上的心里讲起来 已经是属于比较好的了 但是还要更好 因为你发闷气 闷在肚子里 突然直接发一次 会对你心脏和血压都不好 你现在心脏和血压 都有一点问题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三个月前是很忙的 现在三个月 这三个月都没有做事情 看见了吗 我告诉你 你心脏的胸闷气急都要当心的 明白吗 好吧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还有什么问题 我的问题很简单就是 放生放生 刚刚忘了跟你讲 八百条鱼 八百条鱼 好吧 放生放生 好了 那我可以逼过这一年半的 大中风吗 什么 大中风吧 一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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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年半当中 至少要放四千条鱼 而且还要吃全素 而且你不能喝一点点酒 那红酒的话 不能喝 不能喝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 红酒白酒都是酒 喝酒了的 喝酒不中风啊 听得懂吗 你有一个方法 你可以继续喝酒 以后中了风 躺在床上 用个吸管 吸一点酒 喝喝 吃饱饭了你啊 听得懂了吗 就是我放了鱼之后 四千条鱼之后 小房子啊 小房子 吃一个大大的中风 我觉得你能避过 能避过 因为你这个人 一辈子很正派 人很好 对 你看见女孩子 你也不动歪心 为什么呢 因为你怕老婆 是的 是的 听见没有啊 是的 是的 所以你不会 你应该避得了灾的 台长刚刚给你看的时候 已经给你加持了一下了 我想你应该能够避过去 没问题的 谢谢 谢谢 好吗 台长 来 台长我想问那个亡人 让他问一个吧 谢谢台长 台长好 我想问我爸爸 叫什么名字啊 张龙青 张什么 张龙青 龙是什么龙啊 龙是那个 龙的传人 龙的传人对 青啊 青楚的青 什么时候死的啊 今年正月初五 张龙青 对 正月初五 啊 你爸爸脾气很坏 对 对 我告诉你啊 你长得跟你爸爸很像 嗯 样子很像 很像 难看 他在阿修罗道 阿修罗道 嗯 你给他念过小房子吗 还没 还没啊 还没有 所以他到阿修罗道 他在活着的时候 帮过 帮过两个人 就是这两个人 他像救人家命一样的 是 帮过两个人 帮过两个人 嗯 救过两个人 救过两个人 所以他有这个功德 会到阿修罗道 那我还需要帮他念 什么小房子 你以为阿修罗道 是西方极乐世界啊 赶快给他念啦 那要念多少 要念160张小房子啊 160张小房子 他会比较好一点 他会上去啊 看看能不能上去啊 就这样而已啊 在阿修 你还要怎么样 还而已呢 好 谢谢台长 谢谢 感恩 他以为160张不得了了 那怎么样 还而已呢 呵呵呵 呵呵 感恩 那么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 无我利他 恩师 卢君洪台长 我自己的一张自己背 不要师父背 呦 你背得起了啦 昨天很多人说 我自己也让自己背 昨天晚上 师父就帮人家背了 头痛的嘞 就是昨天那个小孩子 你们有人来的 你们很多人没来看见 就是一个光头 一个小男孩 他身上灵性 晚上就来找我了 所以我跟你们说 一定要自己念的 不念 他就来找我麻烦了 明白了吗 请台长帮他看一下 1963年的兔子 他一生诊断 小脑萎缩 对 记性一塌糊涂 嗯 什么都记不住 是啊 嗯 他差点中风 就是 现在知道了吗 知道 而且大小便也会失禁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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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看得见 肋骨不好 腰不好 嗯 明白了吗 对的 我告诉你还影响你的心脏 心脏都不舒服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好好念经啊 嗯 你现在几岁啊 53 13岁啊 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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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 13岁 又活越年轻 53岁 53是吧 53 一个关 我看看你啊 死不了 你会活的 你不会死掉 痛苦一点 还有六个月 你放生要放一万条鱼 你这个嘴巴不好 你过去经常骂人 还要杀鸡杀鸭 我没杀过 杀鱼杀过不了 听得懂不了 听得懂 而且狠狠的 拿起刀 听得懂吗 听懂 还开心啊 我改 你改了 叫鱼来杀你吧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了 好了 请师傅帮他开始一下 他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多少张小房子啊 对的 哦 他要很多 七百张 七百张是吧 因为他在点小房子的时候 手会抖 所以小房子点在上面的话 有的时候会点出来一点点 请师傅帮他看一下 他小房子的质量怎么样 感恩师傅 都收到了 念经都念了还不错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他 他很用功 很念 念经很用功 现在很好 他过去很凶耶 他 他以前做过 厂里的厂长 哦 怪不得的 厂长都是很凶的 他刚开始念经 那以后 以后做台长 也要凶一点了 他刚开始念经的时候 菩萨妈妈就又到梦里 去救过他 是吧 很零 对对对 所以他很用功 他没看见穿西装的人来救过他 好的 你问他做到过吗 谢谢台长 做到的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不救你啊 不救你活到今天啊 你自己好好努力了 从今天开始 吃全素了没有啊 吃了 吃全素了 放生多少条鱼 知道吗 一千五百条 一万条 一万条 我现在放了一千五百条 你现在放一千啊 嗯 你现在的存款 慢慢的放 一万条放得到的 你太小气 我看得到 感恩师父 嗯 好吗 以后好了 我一定会新生 说吧 谢谢师傅 还有啊 要吃 救度有缘住生 哎呦 好嘞好嘞 你先 你你先吃那个单身片 嗯 好吗 好的 啊 你们吃单身片 嗯 啊 好的 嗯 我 谢谢师傅 我就是帮我看一下 我的佛台 好不好 菩萨有没有来过 护法神 啊 关帝菩萨来过 明白了吗 谢谢 还有啊 你要当心啊 你要多喝水啊 每天要喝水啊 你这喉咙 这个地方容易长东西啊 哦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 你自己嘴巴里不能再讲人家不好了 哦 这个边上是你女儿是不是了 不是 同修 同修啊 同修这么好 嗯 嘴巴要好好地修啊 哦 好吧 好的 修口液 啊 死不掉嘛就好了 瘦嘛活该了 没办法 自己造的阴呀 那你现在做好事了 那么以后就 会好起来的 你现在瘦的是你过去造的阴 听得懂了吗 嗯 所以你现在 一听台长说你不死了吗 哎 开心了 哎 好了 谢谢台长 感恩师父 感恩大师大悲 关心 普三妈妈 感恩 好好努力啊 你们知道吗 台长说单声片 好了 现在单声片都脱销了 我说香烧养味丸 现在香烧养味丸和单声片拼命地涨价 你知道吗 在马来西亚 但是那个商榷香烧养味丸 本来十几块 现在涨到二十几块了 而且还有很多假的 不是在马来西亚 在很多地方 所以我跟你说了 讲吧 师父你好 他是2011年出生 在初一之前出生的 他说是属兔 属兔 但是是初一之前 前一个星期 看到 属兔 脑瘫 脑子不好 对 我告诉你啊 连他这个颈椎啊 都不行啊 对 颈椎都竖不起来啊 对 听得懂吗 懂 属什么 属兔 他这是初一之前出生的 这小孩子出来 生这个病的时候 差点死掉 你知道吗 知道 鼓掌 现在呢 跟你讲 现在他几岁啊 四岁 他要活过六岁 就没危险了 现在还有危险 听得懂吗 懂 我看他的脑部医生 要给他做手术的 身上有一个老妈妈 瘦瘦的 跟你长得有点像 你外婆还在不在啊 在 在啊 奶奶呢 奶奶不在 奶奶是不是跟你长得像了 像 好嘞 她逃不掉了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 赶快把它念掉 小房子要几张 给奶奶先念一百七十张 然后接下来 给小孩子身上其他药菌者 上辈子的 至少念五百九十张 知道 明白了吗 明白 还要放声 放几条 完六百七十条 还有 我要警告你 你有业障在孩子身上 听得懂吗 懂 你自己啊 感情问题啊 要当心啊 我只能提醒你 你老公在不在这里啊 不在 不在我就讲给你听啊 你自己感情上过去 有点乱来啊 要当心啊 听不懂啊 懂 好好改了 要念礼佛的 知道 明白了吗 明白 你要当心的 会抱在孩子身上啊 知道 有一个人过世了 功课怎样做啊 经常来找你 功课就每天念 心经四十九遍 大悲咒念十三遍 礼佛念三遍 知道 好吗 好 其他的念姐姐咒 念一百零八遍 知道 还有往生咒 好吗 好 这小孩子 我告诉你 只要再养过两年 就会长得非常大 现在养不大的 再敢什么吃也不会大的 对 明白了吗 明白 其他没什么 天天让他晒晒太阳 用背后晒 不要前面晒 背后晒 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感恩台长 感恩大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河沙 感恩师父楼台长 我现在为我母亲 问一下身体 母亲是1955年属羊的 前段时间我做梦梦见母亲羊受到了 现实中母亲胃不好 然后 土痰的时候经常带血 想看一下母亲的胃机 痰带血是什么原因 几几年属什么呢 55年属羊的 五五年属羊的 哎呦 他的肺呀 他肺里有癌症了 你叫他不要怕 你认识台长们就不要怕了 明白了吗 我肺里有二十多年了 你让他讲话呀 我肺里有二十多年了 但能吃点油脂肪脑是不好 今天要死了还强一顶骨 你在唱戏呀 他说为二十多年不好 纪念相对以前还稍微好了一些 我跟你讲啊 你给我记住了 你婆婆还在不在啊 我婆婆早就死了 你知道你自己要忏悔知道吗 你对你婆婆不好你知道吗 我都没笑到我的婆婆 师父是这样子的 母亲还没嫁到父亲家里来之前 我奶奶已经去世了 婆婆 对 婆婆就是老公的妈妈 对 我那个 我妈妈还没嫁到爸爸这边来之前 我奶奶已经去世了 就像当母亲活 那不要讲了 那一定是前世跟她的冤结了 你问问她看 她死掉的时候 婆婆死掉之后 你虽然嫁过去死掉了 你有没有做梦做到过她 没有 你再讲一遍 我没有做到她 我都大开家里 你做到她都不认识 有一次跟一个小孩子一起过来的 真的呀 我都不认识 你有没有做梦做到过一个人带一个孩子啊 或者跟一个孩子一起过来的 有个印象 我凡事我记得一号子 看见了吗 你再搞不清楚 我晚上就叫她来掐你 母亲说她大概记得有这么一个梦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假的 你以为卢太长假的 我告诉你啊 现在要带她走啊 你做的那个梦是对的 实际上不是说 她现在在梦里告诉你 说母亲什么时候要走吗 她就跟我说阳寿到了 意思是就是现在就到了 我看看她阳寿到了没有好吧 嗯 几几年属什么 55年属阳的 现在几岁啊 现在是60岁 今年是本命年 这样的 这个关很难过 但是呢 你妈妈阳寿还有 还有60年 请问师傅要放多少身 放多少张小房子 两千条鱼 小房子至少要念 两百八十张 两百八十张 还有 你妈妈最后死是死在肺癌上面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请师傅舅舅母亲 说这些 舅舅了 你叫她好好念经啊 叫她吃全数了 我吃全数 母亲说许愿吃全数 你问她 她有没有做梦做到过孙悟空啊 请问你做梦做到过孙悟空吗 我做了一 做了一 他说做梦梦到过孙悟空 你知道我看到什么了知道吗 刚刚她说我吃全数 孙悟空 孙悟空在这里开心的翻跟踪 你跟孙悟空有点关系的 但是你比孙悟空长得 你好好改毛病了 有点缘分就是 听得懂了 好 我好好改毛病 你好好改毛病 嘴巴不要乱讲话 不要弄得像巫婆一样的 听得懂吗 你在笑啊 哈哈哈哈 听得懂了吗 好好听话了 斗战神佛帮你了 我刚刚帮你 求菩萨斗战神佛就来了 而且他跟你有点缘分的 所以他说来看过你 所以我马上问你 你有没有做过斗战神佛 你说看见 你看见 你如果做好人 他就一直来的 你就是因为嘴巴太坏 所以他后来就不来了 不要乱骂人哪 你还家里孩子都 看见你都怕的 你问你女儿怕他不了 讲老实话呀 是不是在你怕什么了 我有些时候是怕母亲抱怨 谢谢师傅 师傅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做到这个梦之后 我为母亲许愿放生一万条 如果六十张小房子 这个六十张小房子 包含在那个两百八宗吗 包含的 然后这个一万条 我许我帮母亲许愿放生一万条 那大大一善多好 我说的是基础 就第一波 我刚刚跟她说的鱼是第一波 你要它长寿的话 就得放一万条 感恩师傅 我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父亲也是1955年所养的 就问一下父亲的肺癌有没有好 你看见吗 也是肺癌 看见了吗 我告诉你 他妈妈 你妈妈一定帮你父亲 背了很多叶了 拼命地说 哎呀我要帮他好啊 我要让他好啊 好了 对母亲经常说 只要父亲身体好就好 他无所谓 我就跟你讲了 你叫你 你妈妈还说了 我哪怕折我的瘦 也要把爸爸不要死掉 要好 他曾经讲过的 你问他呀 你把话筒给他 让他讲 我学过了 看见了啦 看见了啦 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 凡是人家生癌症 你说我要替他折瘦 很快的 他身上的癌细胞 那些灵性 就到他身上去了 所以你以后就是肺癌 所以你爸爸就是个肺癌 听得懂了吗 你现在告诉我呀 你爸爸 我帮他看看 1955年属羊道 年纪也不算太大 好了 肺现在倒没问题 他已经许愿吃全素两年了 他没问题了 好 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奴台长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路君奴台长 我要问我身上 有没有灵性 几几年的 六八属猴 你当然有啊 你自己说实话 你有忧郁症啊 好 告诉大家呀 是不是啦 我不懂 忧郁症 就是经常想不通 想不开 会会 感情有问题 数什么呢 数猴 好了 你想问什么想吗 看我身体健康 腹科不好 腰不好 颜椎不好 对 鼻子不好 听得懂了吗 耳朵不好 左耳朵不大好 以后会越来越听不清楚的 知道什么原因吗 不懂 你以为你头发 披在耳朵上 听不见啊 是耳朵 听得懂吗 做耳朵 出问题了 OK 这样我是要怎样做呢 不吃活的 许愿 不要吃活的 好吧 冰冻的可以吃 冰冻可以吃 这是你对你来讲 对修得好的人 是绝对不能吃的 OK 明白吗 之前我做梦 做到卢才 整个跟我加持 前几个月 嘿嘿嘿 加持 你们不知道师父多忙啊 像他这种人也要加持 你知道吗 你的腰很不好 对 对对对 你知道吗 台长帮你啊 加持了 你就是 让你这个肚子啊 这里啊 本来有块稀肉 你所以过去 到这里就结实 肚子不舒服 对 对对对 明白了吗 好了 其他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可以问我父亲吴债德 吴债德 今年8月18号往生了 想问他现在怎样 吴债德 对 吴是口天吴 对 债呢 债金的债 功德的德 诶 再德 个子不高 对 眉毛蛮浓的 对 他怎么会跑到天界去的 他在天上了 OK 谢谢 谢谢 你没给他念小房子啊 我跟他 我那时候他去世的 做过法事 有法事 我有跟他念那个圣经 哦 他是西方教的 他是道教 道教怎么念圣经的呢 没有没有 圣经就是说 南路大慈大悲就不就那观世音菩萨 那时候我 这叫圣经啊 你 我第一次听到 圣经 你们都在念圣经啊 那时候我在YouTube 有看到你说 这个叫圣经 是我的 早知道根本不到你梦里来了 没有智慧 对不起 对不起 明白了吗 OK 谢谢台长 谢谢台长 那个 已经在御界天了 你爸爸人很好 很善良 很愿意帮助人 对对对 你是讨载鬼 他很爱你 谢谢 听得懂吗 但是你不孝顺 你好好跟我努力一点啊 好好忏悔啊 就知道吃啊吃啊吃啊 少吃点了 已经这么瘦了 谢谢台长 谢谢台长 好吗 OK 还有什么指示吗 台长我 还有什么指示啊 然后有什么指点我吗 指示就是坚持念经 指点就是好好做人 OK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君宏台长 这个是我的小孩 今年已经13岁了 不会说话 02年生数码 我们想让台长给他看看图腾 我们的业障 我们自己背 魂魄不在 魂魄不齐 不知道自己是谁 对对对对对对 是是是是 自言自语 是是 听得懂吗 听明白明白 浑身乱动 对对 我看看是什么灵性 现在在他身上 你们有没有给家里人 输过牌位啊 过去过世的人 输过输过 输过 怎么都输到他身上去了 那我们把他去了 不能这样的 要念经 听不懂啊 明白明白 我这不行的 现在身上有两个了 所以他早上的行为 和晚上的行为不一样 是是是 他早上有点像婆婆妈妈的 到了晚上呢 又像一个男人 啊 动作很多 对对对 是是是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早上是一个女的灵性 晚上是一个男的 都是你们祖上的 明白了吗 是是是 我看看要多少张啊 哦 一个女的要八八百张 这么多 很厉害 我看到他了 头发全部白的 眼睛一个大一个小 你回去看看王人照片 你就知道了 是 吓死你了 还有一个男的 长脸 鼻子很大 哦 那可能是我外公 就两个 给他念吧 你不能把他们赶走呢 赶走他们会 报复你们全家的 他们在你们家里 那个外婆经常在你们家里 外公是晚上来 那个那个女的呢 是经常在你们家里 这个女的呢 而且呢 在你们墙上走 你们会听到声音的 是是是 有听见 有时候还会叫你们家里灯啊 突然之间爆掉 是 没有 没有问题 是的 而且是经常爆 看见了不呢 因为鬼啊 他很害怕 他希望呢 平平安安 来的时候 最好暗一点 你们一亮 他就啪 把灯就关掉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现在要给他好好念经了 这个两个去掉之后 他才会好起来 否则他就一直这个样 好 其实他骨头还可以 就是他不想站 因为鬼啊 一看见人就躲起来 就躲起来 明白了吗 是是是 小孩子还会尿裤 是 他现在大小便 也不能自理 看见了不呢 好了 再一个 我想问 我们需要放声 放多少呢 八千 八千是吧 嗯 好 明白了吗 明白 家里佛台设了没有啊 设了 怎么看不见啊 放在哪个机脚楼里啊 因为我怕他这个 在那儿 就是活动 我们把那个放到 放到梁台上了 看见了吧 我找不到了 台长厉害吧 厉害厉害 放到阳台上 不好啊 放在阳台上不行的 应该请回屋里 好 我们回去就办 他叫什么名字啊 他叫金颂哲 你看爸爸妈妈 两个人多可怜啊 看见这孩子 这个拿着他 这没办法呢 他能抓着个猴子一样的 金颂哲 站起来 快站起来 看看爷爷 看看台长爷爷 快看台长爷爷 快看台长爷爷 啊 啊 啊 好 拜拜 拜拜 手拜拜 拜拜 拜拜 手拜拜 拜拜 拜拜爷爷 两个手拜拜爷爷 拜拜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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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你放掉 让他自己就可以了 好 让站好 你看到吧 站到现在 刚刚不停的 你看站到现在 看见吧 好 大家看见吗 谢谢 看见了吗 谢谢 看见了吗 感恩 好了 再我想问一下 我们两个还需要 你看我手一放 他就蹲下去了 你们看到了吗 我们两个还需要 做哪些功课呢 除了小房子之外 礼佛给他每天念五遍 礼佛五遍 功德宝山神咒 给他念 你们家里做了很多功德 全部没有变成功德 给他念一点 他会好了快一点 我现在首先解决他的问题 就是大小便的问题 谢谢 感恩 其他没什么 你看看 倒霉不倒霉 你看看这种孩子 爸爸妈妈多难过 现在你们知道吧 叫业照 明白了吗 妈妈还有一个问题 她想问一下 就是我怕我年龄大以后 我不在了 我的小孩子没有人看 我现在还想要一个小孩 能不能求到 我看你脑子坏掉了 你再养一个好了 你看看你养出来 是好还是坏 你们家族里边有业障 你知道吗 我不想讲啊 你们家里有杀业 你知道吗 想想看 家里有没有人 做过杀业啊 我有 有有有 我就 你再养出来一个 话会讲的 接下来不停 神经病 就这么简单了 跟你说 你不把孩子的身上 腌上去掉 你再养出来 也是不好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你要把它解决掉呀 先把它这个问题 解决掉呀 好好 不明白啊 明白了 明白了 你现在几岁了 四十二岁 哎呦 太老了一点 就是怕最后不再了 他没有人 不养嘛就不养了 早点讨在鬼不好啊 这个 这个让你还不够啊 你再来一个还要啊 叫你先生 已经学博了嘛 不要嘛就算了 好 干什么啦 讨在鬼讨不完的 自己是想不通 人家法师这么 一生亲 对不对啊 一人吃饭 全家保人家 是 再次感谢大慈大悲的 卢君红台长 我看你先生这么开悟 是你要养还是他要养啦 你 我看你不开悟 去养吧 走吧 老子坏了 老子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 师父 师父 我在一年前 然后医院说我 活不了几天 我卢腺特别严重 在医院说 这是那种开花癌 就是喷血 我想问师父 我现在还需要 念多些张小房子 怎样放生 能解除我眼前的危机 几几年数什么的 六五年的蛇 请过先 对 家里供全堂贤 还蛇厉害吧 全堂贤 是 你们家味精买了多了 就是那个佛 道 贤 然后还都好几路人马 说的 我也不明白 好几路人马 浩浩荡荡荡 不得了嘞 是供了可多了 当年因为家里 你应该家里门口 放一个售票处 然后人家都到你家来 拜佛参观 全堂仙 来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进来看一看 拜一拜 保你越来越好 来来来 到我们家来了 自己什么生癌症的 还不知道了 供的也是全堂佛 供十几年了 你想教我干嘛 我想看看我现在 念多一张小房 再放多些声 能解除我眼前的危机 我不能讲的啦 因为你家里供的 其他的菩萨 师父就不能讲话 我跟你们讲过 师父学 心灵法门从来 不讲人家法门怎么样的 各有各的妙法 各有各的道 对不对呀 个人有个人的法 个人个人道都有 我不去讲人家的 你要信我 你全部就跟着我走 你要不信我 那你爱怎么修就怎么修 现在我对你只能这样 这个是这样 师父 我以前就是家里 就特别不派平的时候 然后有人看了 供了说就好 结果也没好 后来就遇到了 心灵法门 这期间什么也没有修过 然后从11年开始 一直坚持 到现在 全家都修佛 都修心灵法门 而且都吃醋 但是你这个 很多仙还供着呀 就是师父 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办 能不能直接接着问一下 我能不能送走啊 我怎么样能把他们送走 我做什么 我不知道 你别做恶人 让我来做 我不知道 我不送的 我觉得都很好 你爱供 你就供着吧 对不对啊 卢台长这点智慧 不是你这点智慧啊 他想弄套 让我来套 套我呢 我才不送的 你自己想一想 应该怎么做 先念小房子给人家 对不对啊 我现在话讲了前面 如果你要送的话 我教你 对不对啊 要念很多小房子 师父 那我念多些张 才能够用 六百张 好 谢谢师父 要公勤 是 公勤 是 然后还要放生 放多些条鱼 师父 二百条 不多 这么少 感谢师父 这是解决这个问题 师父 那我鲁腺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 记住了 如果身上有灵性 有仙家 比方说 哎呦 你很多的菩萨就不会来 所以你的病呢 就不会马上就好 那么你现在呢 一个个事情解决 明白了吗 是 我呢 我呢 没有其他办法 现在跟你说 你的鲁腺呢 现在只有办法 第一个办法 就先把它缩小 因为缩小才能动手术 不缩小的话 你连手术都动不了 是医生已经说 我不能动手术了 看见了吗 他现在已经 在印尼起月份的时候 两次高烧 第二次高烧的时候 就起不来了 然后这个小房子 怎么烧 我也念不动经 后来 结缘了一批小房子 完了我才起了 才能念经了 现在念经 好好念了 现在不要再搞不清楚了 是 明白了吗 你今天开始许愿 你吃全素了吗 吃三年多了 师父 就是问题 你可能就是因为 有仙家管住你 所以菩萨不来的 听得懂吗 听懂了 师父 所以你现在呢 好好地跟仙家讲 我要请观世音菩萨 就是来保佑我 让我身体好 也保佑你们 感恩你们这么多年 照顾我 听得懂吗 听懂了师父 而且要诚心诚意 不要说请他们走 就是说感恩你们 这么多年保佑我 然后不停地念小房子 就念到这个数字之后呢 可以再做一些事情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 听懂了 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了 我不管了 好 知道了师父 那我卤线 这个需要念多些小房子 放多些条鱼 因为我这个卤线 现在有 14公分左右大了 还喷血 你这样好吧 你在今年年底 就是12月份 到明年2月的时候 你了解一下 有个医院 可能可以帮你 做这个手术 师父会跟观世音菩萨说 给你一个机会 找个医院 可以帮你动手术 动掉 师父 我有一个特例 就是我从小到大 一打针 一吃药就过敏 不吃药不打针 好 一吃就要死了 是的 所以我很怕上医院 不可以的 你现在已经 果这么大了 你现在卤线 长得这么大 你怎么弄啊 不可能说小的 里边都坏掉了 我刚刚看 你里边都是浓水啊 是师父 你卤房里边都是浓水 你怎么弄啊 你现在早一点 如果念的话 你就不会这样了吗 你现在已经晚了 你只能动手术 听得懂吗 那我大量放生 用这个功德补偿 能不能行 师父 不可能了 一定要动手术 菩萨给你找个好医生 肯帮你开 那就是你的福气了 听得懂吗 听懂了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 所以不能鱼吃 活在世界上 明白了吗 鱼吃鱼吃 吃鱼菜多了 感谢大致大悲 关于菩萨 感谢菩萨 我是1962年出生肖是虎 63年属虎的 对 你想看什么 看我的事业 因为最近我的事业是不大事 非常不好 对 你现在被人家搞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要是不被人家搞合作的人 动小脑筋搞你的话 你还可以 明白了吗 明白 你现在气量比过去小 你知道吗 对 对 对 说什么 老虎 那这个老虎现在在平地里走 你知道虎若平洋啊 被人家欺负 被人家欺负 他都懂啊 我说虎若平洋 他还背得出来 被人欺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你要记住 我告诉你 年轻的时候很好 中年也不错 你的晚年很糟糕的 你要好好修了 我只能讲到这里 师父有什么补救的方法 很简单 不吃活的东西 你活的东西吃了太多了 还没有叫你生癌症呢 谢谢老师 不能再吃了 我对你要求不高 混的还可以吃 但是你要做生意 陪人家吃点 那就算了 但是问题 你不能吃活的 你要是再吃活的话 我告诉你 哪一天就躺下来了 师父 明白了吗 明白 那肝脏也不好 肝啊 腰也不好 怎么不就方法了 还有啊 你老婆在不在这里啊 有啊 就是我老婆带我来的 因为 你老婆现在在是不是 对 就算了 不讲了 我也感谢老婆太太 带我来出席这个法会 好好听台长话 要念礼佛大忏悔文 明白吗 明白 你老婆很好 对 你不是太好 明白了吗 明白 算了 给你一点面子吧 今天 你现在 要记住 第一 不能吃活的 明白吗 明白 第二 第二 你要好好的 念礼佛 第三 你要小房子 要烧 九十六章 九十六章 谢谢 还有 念总提神咒 每天念一百零八遍 会让你生意好起来的 念心经 二十一遍 让你心胸快大 不要跟人家老争老吵 做生意不能这样的 气量太小 明白吗 明白 另外 你的命运 事业真的会下下跑 因为一路下下跑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稍微收敛一点 就是不要投资了 就守住就可以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否则的话 你不会再有很大的事业跟过去一样 尤其不要跟人家去合作 我看到你跟人家合作不好 你很多生意都是想跟别人合作再赚的 因为你讲了很多 想了很多 最后都没成功 对 明白吗 明白 所以你好好念总提神咒 那是心想事成的经 谢谢老师 一天念一百零八遍 还有少喝酒 我很少喝酒 很少喝酒更好 少喝酒 明白了吗 明白 喝酒会乱性 一个人不能喝酒的 你们大家听台场话 不要喝酒 喝酒会做出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的 明白吗 女人更不要喝酒 明白吗 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是说 有一个生肖是竹2007年 什么 叫竹的 生肖竹的 啊 竹竹的 2007年 想看什么了 他是要放身放多少条 还有小房子要念多少个 我前面一句话没听懂 放上多少条鱼师傅 八百条 小房子 念92章 谢谢老师 这个孩子你要当心啊 先天性的 有一点 三气 就是小肠气 所以他这个以后可能要动手术 就肠子这个地方 谢谢老师 三气 听得懂吗 谢谢 就是他小时候经常哭啊哭啊哭啊 把这个气往下沉了 所以拖不住现在我看他 好吧 好的 谢谢老师 谢谢 好 感恩大慈大悲观心菩萨 感恩尊敬的卢台长 干嘛 我帮我母亲问图腾 1956年属侯 他患类缝是心关节炎两年 很痛 他的不但关节痛 腰也痛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妈妈眼睛也痛 我看看是什么东西在他身上 哦 是个人 是个老太太 你妈妈呢 妈妈还在不啦 外婆 在 在啊 在 那么奶奶呢 不在啦 个子不高 你奶奶看见过不啦 你看见过你奶奶吗 有 个子不高 对 头发白的往后梳的 是的 好了 在他身上 小姑娘你愿意不愿意帮你妈妈忙啦 你好好念经啊 嗯 你傻傻的 好好念心经啊 哦 不要疯疯癫癫呐呐 看到男孩子就疯疯癫癫 话乱讲 哦 以后学佛要改啊 好 你说你有这个毛病不啦 有啊 还有 你不但这个 台长刚刚看图腾 啊 我因为看 你妈的时候 我把你一起看进去啊 你还喜欢花钱 请大家吃东西 是不是啊 吃完了人家还骂你 有吗 哦 他明天跑过去说 我请你们吃东西 你们骂我吗 哈哈 路台长讲的 听得懂了吗 嗯 不要傻傻的 哦 好了 谢谢 谢谢台长 好好地帮你妈妈念小房子啊 哦 我刚刚说几张啊 没说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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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180张 好吧 放生 放生 不多嘛 280条 280 好吧 我看你家房子也不大 佛台怎么看不见啊 有 很小啊 靠右面 是 谢谢你啊 不要买东西给我吃啊 吃完了我要骂你 没脑子的 谢谢大家 好吗 要念经 念心经之后人会长智慧 大家听得懂吗 感恩观念菩萨 大慈大悲 感恩师父 两千年 两千年 属龙的 两千年属龙的男的女的 男的 想看什么 想看她的身体 哎呀 三个地方出问题了 一个脑子 一个腰 一个腿 要念小房子 当然要念小房子了 要念几张 几多张 脑子要念 三百张 三百张 好吧 腰是另外一个灵性 念一百五十张 什么灵性 什么灵性 家里的 房子里的 家里房子 她的 她有一间房间是不是啊 她现在租屋哦 我知道 她是不是自己有一个自己的房间了 没有 她跟谁住啊 跟她妈妈住 她跟她妈妈住 那我们在房间里 你去看看 有没有一个画 哦 有一个画 我不知道 我没有看到 她什么都不知道 我没有去过 她的 没去过 为什么帮她问了 你好好给她念小房子 这么就好了 这个是我的外甥 外甥就这样了 给她小房子念吧 好了 小房子刚刚告诉你 叫你念几张啊 刚才啊 讲了吗 六 几张了 不是忘记 讲了就吧 讲了 好了 放点声吧 可以的 你要帮她念小房子的 什么都搞不清楚的 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记住啊 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人真的什么都不懂啊 一辈子不懂 一辈子走掉了 走掉了 到了下面才知道 哎呀 卢台长讲的对的 原来真的 有灵性 有轨道 这个另外有一个世界 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大家明白吗 好了 你讲吧 感恩那么大慈大悲 救护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胎长 嗯 我1970年输狗的 资格的业障 资格呗 不让师父呗 嗯 看看我的身体 主要是腿部 几几年啊 70年的狗 你调过孩子啊 是的 现在你的腿上有两个孩子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赶快给他们念掉 不念掉的话 你有一个 左腿 会越来越痛 会让你痛得来很难受 晚上睡不好觉 明白吗 明白 赶快给他烧 小房子 要念多少张 67 一个 第二个82 好的 谢谢师傅 明白吗 明白 然后放生鱼 放上多少条 3000条 好的 谢谢师傅 还有一个问题啊 你要当心啊 你的妇科出问题了 你的子宫不好了 对不对了 对的 这是顺便帮你看看的 还有胶 肩膀 也不好 明白了吗 明白 还有脑子不好 机型插着一塌糊涂 前讲后忘记 是的 我想起个笑话 你要听吗 讲个笑话给你听 你要吗 有个人记性很差 去看医生 结果医生 问他 你什么时候感觉到 你记性很差的 他说 医生你说什么 他已经忘记了 你们以后不鼓掌 我就不讲笑话 师傅 师傅 帮我看一下佛台好吗 佛台啊 你几几年属龙的 七年年属狗的 狗跟龙差很多 还可以 有菩萨去过 你们家的香啊 有时候会打卷的 好的 谢谢师傅 感恩师傅 卫生间门关起来 佛台的对面 有个卫生间 斜在边上 靠左边 是的 是的 关起来 听得懂了吗 好的 好了 谢谢师傅 感恩两位法师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祝福救难管道林感官 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 卢居鸿 卢台长 感恩刚才有一位同修 有把号码让给我 我想问下我自己 1989年属蛇的 想问我的健康 问眼睛 发眼很久了 几几年了 1989年属蛇的 小姑娘 你记住啊 你也不要紧张 你这孩子得过忧郁症 已经得过了 你曾经有一次恋爱 感情问题没处理好 你想不通 对 所以台长看出来之后 你要好好地改 因为你想不通的话 你会自杀 因为只要生忧郁症的人都会想不通 都会想自杀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台长教你个方法 好不好啊 有个做义工 在义工里面看看有没有好的男孩子 外面不要找 找不到的 不学佛的男孩子没个好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还有第二个给你的规劝 不要找好看的 因为我刚刚都看到了 你第一个男朋友 长得非常漂亮 比你好看 对不对啊 对 好了 你呢 现在第一 心经每天要念四十九遍 礼佛念三遍 好不好啊 然后自己每天晚上泡脚 你的内分泌失调 年纪小小 那种正常的生理期不正常 好的 我讲的对不对啊 对 对 你瞒得过我的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那我眼睛是什么 眼睛是吧 看看会不会瞎 他就怕瞎呀 数什么 数蛇的 几几年的蛇啊 1989年 啊 近视眼 左眼很差 视网膜有一些 有一些模糊 左眼睛 看看东西时间长了会掉眼泪 两边眼睛有一只发眼 看见了吗 啊 台长太厉害了 你现在在网上迷了一个男的 你经常上网就看他 我连这个男的样子我都看到了 你跟我说老实话 很喜欢关心他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认识这个男的 会不会是明星啊 或者什么 你很关心他的 没有耶 老实一点吧 我都看到他了 长得很好看 你就是说一上网就想关注他的新闻 整天的在你脑海里 我从你的眼睛里就能可以看到他 这一点不稀奇的 有没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真的没有 你要瞒我也没关系 那小房子需要多少 没有要小房子干嘛 32章 你我教你一个方法好吗 第一眼睛闭起来 大杯水喝 喝了之后念大杯咒 然后拿大杯水擦眼睛 好不好啊 好 这第一个 第二个自己点也要水 好 定期点 第三 眼睛做些按摩 好不好啊 右边比较严重 左眼 你的左眼以后会有点看不清楚 但是不会瞎 光还看得见 右眼还会好 是业障造成的吗 看看也没什么业障 用眼过度 你把这个男的都看到你的眼睛里去了 用眼过度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讲给我听啊 你最喜欢听哪个人的唱歌啊 随便讲不要想 马上讲 最喜欢听哪个人的唱歌 梁静茹 男的有吗 周杰伦 看见了不了 周杰伦 怪不得 我大概刚刚看到是周杰伦 你明白了吗 明白 少看了 好好念经了以后 好吗 其他没什么大问题 身上有灵性吗 身上有 是什么 六十三张小房子把它念掉 好的 爬在你的腰上 好吗 家里有没有一个大的狗熊啊 大狗啊 就是动物啊 不是动物 就是那种像玩具一样的 毛毛狗啊 什么东西的 都收掉了 都收掉了 放在哪里啊 送给别人了 家里还有吗 有一个毛毛狗 放在哪里的 仓库 为厨房间边上 有一个已经激活了 有没有照片 小动物的照片有吗 这不清楚啊 回去看 把它请下来 好的 七七七就可以了 小房子不要念 欺骗大悲咒 欺骗心经 欺骗礼佛 好吧 好的 身上还有其他灵性吗 什么 身上还有其他灵性吗 没有 慢好的 你主要是用眼过度 眼睛会好吗 会看得清楚吗 你照我刚才讲的去做呀 好的 小房子念掉 好吧 我可以帮刚才给我号码的那个同学问一个问题吗 他是1971年属租的 男的想要问前程 七一年属租的 男的 一般 这个人前程不大 嘴巴慢会讲的 我讲的对不对啊 这我不清楚 叫他嘴巴少讲话 好好念经 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感恩 眼睛少看 眼睛少看了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请师父帮忙看一下 同修先生的图腾 他们自己的业障 自己被 感恩师父 同修是1971年属诸的 男的 看看他的事业 身体身上有没有灵性 七一年属租的 对 男的是吧 是的 怀才不育 这个租的图腾啊 第一 跑不远 老在那里转圈子 而且被人家被人家有泥巴锁住的 说明他这个人性格开脱不了 很想做点事情 但是一直被人家泥巴封住的 思维开脱不了 对 对 对对对 对对对 明白了吗 明白 但是 这个男的 样子长得蛮好看的 皮肤也很白 对不对啊 对 对对 不要这么腼腆 好了 哎 还要想问什么 告诉你 你要让他事业好 你要给他每天念大悲咒 十七遍 他现在十七遍 好的 心经呢 心经 十九 礼佛 现在他目前是一遍 你叫他做事情 不要做那种 跟杀业有关系的生意 他就会好起来了 那么请师傅看一下 他身体的 那个上面有没有灵性 肾脏 肾脏不好 腰 腰子不好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发脾气 脾气不好 经常要发脾气 喉咙不好 肺 心脏都有点问题 其他没什么大问题 吃的很少 吃的不多 他吃很多的 你去看好了 他的肺窝量已经很小了 他的肺啊 不好啊 经常咳嗽啊 可不可了 经常咳嗽 有 请师傅看一下 身上有灵性的 有有有 一个老妈妈 需要多少小 头发竖起来的 像黄颜色卷的一样的 一个老妈妈 你叫他自己去想呀 他家里的老人 过世的老人 过世的老人 有没有头发有点黄黄的 好吗 好 明白了吗 需要多少小房子 67张就好了 另外放生呢 三百条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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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跟他讲 他的男朋友就仅此而已了 是他的先生 他的先生就仅此而已 就是说不会有大的发展 好的 整体 你就告诉他 事业啊 不会有很大很大的发展 你叫他就老老实实 做这个生意好了 他这个人不能做老板的 什么压力都很大 一点点事情马上心理压力大得不得了 对不对了 对对对对 好了 最后请师父再帮忙看一下他们家的佛台如何 他老公房子还是他的房子啊 他们住一起的嘛 住一起没有 有谁的房子的呀 是他先生 1971年属租的 房子的气场不大好 他家的对面啊 有一幢很高的楼 把他家的气场都挡坏了 需要小房子吗 听得懂吗 他说是在家的后面 对很高 把他家风水都挡坏了 需要多少张小房子来改善 贴香水花 贴香水花 好的 没办法 还可以他家里进门的左面气场好 右面气场不好 没办法 叫他做什么事情 写信啊 应聘啊 跟人家谈生意啊 叫他在左面 你们家进门的左面 有一个餐桌 也不知道是一个茶几 这个地方气场好 不要往你们家进门的右手边走 右手边不好 气场 听得懂了吗 明白吗 我的感恩师父 感恩观世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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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大悲 救护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我想看一下我的妻子 86年属虎的 怀孕两个月多 四天前检查出来 有出血的情况 怀孕啊 对 怀孕了几个月啊 两个月多 妻子几几年属什么呢 86年 你给他吃了什么荤的东西了 不是 没有 他吃全素的 吃全素啊 对 我们都吃全素 有没有吃什么鸡汤啊 没有 或者不当心啊 没有 没有啊 对 我现在看到小宝宝的 左面 蛮好 右面 不是太健全 听得懂吗 你叫他要千万当心啊 他现在已经有 下体初学的情况 见红 对 他念经了没有啊 念了 你叫他不要念 礼佛吧 礼佛不要念 我怕他激活 那个医生说 要尽快动手术拿掉 他说断定已经没有心跳了 你说我讲的对不对了 我说刚刚刚看到半个洞 我说刚刚看到半个洞半个就没有了 就是一个胚胎在肚子里一个小孩只有半边还有半边我看不见 那不就完了吗 那不就完了吗 死了吗 现在知道了不了 明白了 他开始前面没讲给我听了 对不对啊 你们都说见证嘛 好了 那师傅 那师傅就是 你猜猜几几年数什么了 八六年校后的 两月底 有可能还会有 要到明年两月底 之后还会有 好吧 赶快把这个小孩子要超度了 那之前我已经 我们已经许愿就是念给他 就是我妻子的要经者 那是不是要转念给小孩子 现在直接叫他的名字呀 你妻子的名字静正 你妻子的名字的要经者 听得懂吗 明白 好了 那是多少张 六十三张 明白了师傅 好吧 你自己呀 听台长的话 你呀气量太小 第二 你跟你妻子动了一些 不是太好的脑筋 我不知道什么脑筋 你自己跟妻子两个人 跟人家接触的当中 动了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这个事情是地府不开心了 我就只能讲给你听 拉走 孩子拉走 你想一想 有没有在钱财上 有没有在人上面 去捉弄别人一下 或者 你觉得这个事情明明可以怎么样 你去捉弄别人一下 应的 所以他就把你孩子弄掉了 没有 你再讲 你再讲 好好去想吧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嘴巴再乱讲了 想一想好好忏悔 你跟你妻子两个人都会动小脑筋的 对不起师父 好好想一想 听得懂吗 好好忏悔 下一次才会给你了 所以我告诉你们 你们学佛的人脑筋不要乱动 天地鬼神全之道 骗人就是骗自己 永远要记住 不要去骗人 有什么好骗的 明白了吗 师父我想请问 这一个孩子是不是其实是天上给的 什么 是不是天上给的 他天上给你的 天上给你会拉走的 明白 很难怀孕才怀出来的 你们想要了很多时候了 这孩子 对不对了 对 天上给的 好了 地府溜出来的 不是天上给的 就你这样子还能天上给你啊 好好做人啦 气量大一点 明白了吗 明白 你几岁啊 早婚嘛 29岁 看上去只有23岁 你老婆呢 一样 29岁 29岁怎么长这么小 好好念经啦 当然是吧 好吗 应该 学了几年佛了啦 三年 三年啊 三年怎么会学了孩子调调 一定不如理不如法 不要跟我讲的 肯定动小脑筋了 你记住一句话 天上地下 一分不差 你不要怪人间 所以我叫你们学佛的人 不要去 说 哎呀 不公平了 没有不公平的 你今天瘦的 一定是你种的 你跟我 你们跟我记住了 一个人 今天藏的果实 一定是你自己种下去的 你今天不种 哪来的果实啊 听得懂了吗 小弟啊 明白 好了 感恩师傅 改吧 好好改 我也要感恩 留这个票给我的 06250 我看他身体也是很差 我愿意 折寿十年 愿意他 不要讲啊 你任何都不认识他 人家给你一张票 你就折寿十年啊 你以为这里菩萨 多少你知道吗 因为他身体 你知道你十年 要靠多少放生 做多少功德 才能要回来啊 嘴巴这么乱讲话的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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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怎么讲成 对不起 对不起 sorry 我教你sorry 听得懂吗 不是扫力 扫力 好了 我愿意他生病赶快好 我看他身体也不大好 人家能够给你做好了 真的感恩 快讲啦 我想问我母亲 最终你嘴巴随便乱讲的 亡人洗修眉 盐之旁的洗 修丽的修 梅花的梅 1981年往生 你妈妈怎么这么厉害啊 你妈妈在 社洁田 你妈妈是不是活的时候 人特别好啊 她是很好 可是我好像亲眼看到她来找我 然后她跟我说 她要离开那个坟墓 她要去 上去了呀 不是 她是说她 那个坟墓好像不适合她 所以我很紧张 所以我 才求这个 好了 上去了 你妈妈走的时候找人超过度了 有没有找法师给她超度过啊 我不知道耶 因为我哥哥他们也是有超度 他们有超度 哦 你们哥哥帮她 帮她找法师超度了吧 还是念小房子了 应该是超度 因为我们都没有念小房子 你看这种女儿啊 我有念经我有做公司 你看这种妈妈死了 你看孩子 知道孩子养她干嘛 真的 真的 没出息的 我看你 真的 一点不孝顺了 真的 学佛人要说啦 真的 孝道 要讲孝道 万事孝为先的 听不懂啊 听得懂 所以我今天才紧张的 求这个小妹给我这张票 你赶快啦 赶快好好念啦 你妈妈能够到这么高的地方 我看你呀 上不去的 但你要是现在死了 肯定下去了 我想 不懂还可以问过一个人吗 我讲呀 我的三少 刘五弟 你们大家看到吗 这就是不开悟的人 没有智慧的人就这样的 明白了吗 但是没关系 他不开悟 因为我开悟 我只能帮他看 感恩 感恩 讲呀 刘五弟 林是沙木林 不是林 刘文正的刘 五是一二三四的五 旁边找一个人之旁 然后弟是弟弟的弟 再找一个女之旁 旁边一个女之旁 刘五弟 男的女的啊 女的 1968年亡生的 阿修罗 好了 好了不能再问了 这个人搞一搞不清楚 你想问什么 你讲啊 我想问他还好吗 因为他是自杀往生的 阿修罗 他是冤枉死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因为他是自杀的 冤枉死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现在知道不开悟 你们都看得出来 觉得可怜不了 讲都讲不清楚 好好念经啊 感恩 所以你们记住 你们一定要去多多帮助别人 卢太长你好 我想替 我想替我母亲问图腾 他是属牛1961年 想看什么 身体 这一段出问题了 对 比较危险啊 身上长东西了 听得懂吗 长癌症啊 肿瘤 小的 两个地方 一个是乳房 一个是乳房 乳腺 还有一个是肠胃 你愿意不愿意吃全素啊 愿意 你赶快叫你妈吃全素了 很小 肠胃上一个割得很小 肠胃上长了一个东西很小 明白吗 但是乳腺上长了一个东西不是太好 听得懂了吗 懂 要赶快改了 要吃全素了 可以 好吗 好 心脏也不好 胸闷了 是 手发麻 对不对啊 对 还掉头发 掉的很多 有一个眼睛不好 眼睛啊 有一个眼睛很不好 其他地方还可以 腰不好 是 你还有 你听台长的话 第一要吃素 第二年小房子 你身上有一个灵性 老在你身上 趴在你的什么地方 知道吗 两个手搭在你肩膀上 两个脚踩在你的腰上 是一个小孩 你钓过孩子 没有 他不愿意讲 是个小男孩 你有没有 结婚之后 很长时间 正常生理期没有来 拖了很久之后再来的 没有 你记住啊 你记得住的 你不要发抖了 你老实一点了 我可以告诉你了 你爸爸在不在这里啊 我公公已经过世了 不是你爸爸在不在这里 没有来 没来是吧 没来我就讲给你听了 你跟我老实一点了 我告诉你啊 我不跟你开玩笑的 我不知道 这个孩子是 你跟他老公结婚之前的 还是结婚之后的 就有这么一个 掉过的孩子 而且是很 很小的时候是冲掉的 你最好自己老实一点 我跟你说 自己想想吧 我看出来从来不错的 我告诉你 难过了吧 尴尬了吧 老实一点啊 有没有就有了 是 是 听见吗 是 我早就跟你们说了 我这种事情见了太多了 看到了就看到 你赶快把它超度掉就好了嘛 要78章 明白了吗 要放声吗 啊 声 要什么 放声 放声300条鱼 好吗 好 现在知道了吧 你以为卢台长 随随便便的啊 现在知道了吗 嗯 老实点 像蛮我 蛮得过的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老实点了 哦 把它念掉 我问一个王人 叫什么名字啊 刘炳燕 刘 刘 然后一个火 一个饼 然后原是两个火 盐 刘炳燕燕 我的妈呀 把它烧死了 这么多火 难的是吧 对 什么时候死的啊 2013年 不行啊 还没有念走啊 在下面 在地府啊 他托梦给你 对不对啊 有 鼓掌 你看看 就是我看到 他的一瞬间 他就告诉我 托梦给他 而且还不止一次 我告诉你 你记住了 经常梦见 自己王人的话 这个人 可能就是 没有到天上去 如果超过了六道 是绝对不会 再来看我们的了 听得懂吗 你就是到了天界 他都不会藏下来的 只有在鬼道 他痛苦 他就到人道来 你知道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所以在人道的人 他鬼 他就想来见你 明白了吗 所以我们人 想修到天上去 明白吗 到了好的地方 他不大会 到下面来的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 老实一点咯 我告诉你 台长很厉害的 很厉害 好了 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看一下 我们家的佛台吗 好 其实我为什么 很喜欢看佛台 你知道吗 因为看佛台 第一 师父用不了 很多的气场 明白吗 第二 师父看佛台的时候 我也是一种法系 我看看他家 有没有菩萨 对不对 顺便把他家的情况 也看一下 你家里房子是你的 还是你老公的 我妈妈 你妈的 一起住 一起住 几年属什么的 你是说我吗 房子啊 房子的主人啊 那你妈妈就好了 你告诉我 1961年属牛 房子蛮大的 是 是 听见没有啊 门口还有铁门 对 前面还有棵树 有 我会看错了 现在我在你家了 不是你在你家 你们家的 其他的房间都很大 就是一个 launchery 就是洗衣房啊 比较小 是 家里佛台 蛮好 很亮 离窗户比较近 你们家用的那个灯啊 日光灯啊 这个日光灯啊 不是太好 白之光的 最好换成红之光的 就那个 像这个 像这种 我们说节能灯一样 白色的 白色不好 要红之光 你们知道吗 红之光是 属羊的 如果家里那种 白光 那就属阴的 所以家里 一般聪明的人 是白之光 和红之光都有 叫阴阳调和 明白了吗 明白 佛台 佛台蛮好 古铜色的 木 像一个佛台一样的 那种古的 红木的 是 是 开见吗 菩萨有来过 好吗 好 谢谢台长 好 感恩大慈大悲的 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我还能复自己的 虐张 自己悲 师父 我是个癌症晚期病人 四年半了 现在呢 已经复发了 你知道你做了 多少坏事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 你肯定死定了 你看看你现在 这个人像人啊 你像个鬼 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你自己知道 自己做错多少事情吗 你害人啊 年轻的时候 还有我讲啊 嘴巴害死人啊 是我嘴巴不好 非常不好啊 你现在报应来了 你这个关很难过的 我跟你讲 很麻烦的 你几几年数什么的 六里年数老鼠的 好了 完了 你已经被地府的 那个黑白无常 已经勾住了 你应该做梦 哪一天晚 有一天晚上醒过来 突然之间看见有人的 好像有一个影子 做噩梦有吗 没有 就是老是看到 我的父亲母亲 完了 你要结束了 你现在几岁啊 我现在56岁 最多活三个月 我知道 你什么时候开始念经呢 学佛 两年半 两年半就修成这样啊 给过你一次机会 你知道吗 让你好过了 你跟菩萨许了大院 你后来违愿 你知道吗 我违愿了 你吃全素吗 现在 是 我学了心灵法门 第二个月就吃全素了 你吃到现在啊 对 你吃回去过没有啊 没有 你退转过没有啊 没有 你在讲 你有没有绑佛过 没有 怎么不灵啊 我心里可能这个想法有 这个想法有 因为我念了5000多张的小房子 放生34000多 没有用啊 不是你念的 是我自己念的 你念了五万张小房子 你就一年多都念五万张小房子 谁相信啊 5000多 5000多 5000多小房子 每天七张 基本上是 你完了 师父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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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月找人 下面已经挂牌了吧 我怎么帮你啊 师父帮我 我该怎么做 师父 我知道我虐张神都做了 怎么 我告诉你 打胎了很多孩子 年轻的时候 啊 那我自己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吃过药没有了 没有 再讲 真的没有 我不敢 我不敢说话的 自己感觉 三个 三个 你说你打胎打过一个啊 自己知道的一个 那就是刚才那种了 刚刚形成胚胎 就冲掉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最主要问题 有一个家里的老人家 被你气死的 你最好老实一点 是谁啊 晚上我一定叫他来找你 我会叫黑白无常来告诉你的 他如果晚上今天就来 你就走了 我告诉你 不要 你现在还不知道啊 你们大家看看他像不像鬼啊 吓死人不了 现在知道了吧 人不做 人间就可以看成像鬼一样 所以人一定要做人的 师父帮帮我 帮帮你了 你自己好好的改正自己了 你自己要忏悔了 你把一个老人家气死了 你听得懂吗 我把一个老人家气死了 就是你爸爸你妈妈 肯定当中一个 要命了真的 你叫我怎么说啊 我帮你啊 我帮你单业啊 我自己的业 你单业们就走了呀 那师父你爸爸帮我 帮帮你了 那帮帮你已经帮你延了三个月了呢 好嘞 你现在已经有半年了 我干师父 给你半年时间 你好好念 你不能再做错事情了 听得懂吗 脑筋里一点都不能乱动外念的 否则我告诉你 半年之后你白白了 去买棺材去吧 台湾讲话很厉害的 我告诉你 我知道 我讲你半年你就半年 你除非靠着自己 因为你做错真的很多事情 不单是感情上的 还有抠人家的 明白了吗 抠就是说 不停地去弄人家的钱啊 弄人家的财啊 就怎么弄弄弄弄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你改不改啊 改改改改 一定改 真的 你老公都不敢做的事情 你都敢做 我告诉你 我刚刚看了你的图腾 一塌糊涂 我看到你 做错的很多事情 我都不想讲你 你跟你说 你很厉害的 你连家里人 你都敢骂 家里人你都敢打 你敢砸东西 你敢偷偷地背后 阴他 你跟我老实一点了 我跟你说 你自己再不改的话 你完了 我已经这么讲到 你现在给你三个月 已经满好了 你现在有半年 你就跟我好好地老实一点吧 那师父 现在我转移了 我心转移了 到腰上 肺上 还有骨头上 我要不要做话 你很快就会痛死的 我就讲给你听好了 是的 我现在就痛 师父你帮帮我 我帮帮你 我怎么帮啊 所以我叫你们所有学佛的人 不要等到像他这个时候 你们再叫我来帮忙 我要你们现在没病的时候 就好好念经 多做功德 就不会像他这样了 我像菩萨唱会 我唱会 听得懂吧 听得懂 给你 给你机会 半年当中 看你表现 好吧 给你一个缓期吧 我跟下面打个招呼 跟观世音菩萨 就要下面打个招呼 给你缓期一下 谢谢师父 好吧 观世音菩萨 真的大吃大悲啊 菩萨告诉我说 骨头 现在是最后 刚刚进来一点点 还没有扩散 最主要 是到了其他地方扩散了 还没完全扩散到骨头里 对不对啊 对 肺上 盆腔上都有了 好 好好努力啦 不要再做坏人啦 现在知道了吧 你家里也不难看 你在自己钱财也不少 你看你一死两腿一吞 什么都没了 现在知道了吧 人生没了吧 你们大家记住了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 还有三个月啊 六个月啊 你们完全自己会失控的 就是人简直就崩溃了 就没有一天会过上好日子的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好了 你看看 拉下去之前 你们记住台长一句话 如果这个人 拉下去之前 他的脸已经像拉下去的鬼了 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很多人 他的脸还是很好的 他不会走掉的 至少不会到鬼道 什么样子的人 要哪个道 他还没死的时候 已经是这个样了 很多人在医院里痛的时候 叫出来的声音 就像动物 就像羊叫 投羊 投牛 他这个样子 投鬼 就这么简单了 明白了吗 明白 你知道我现在在这么多人面前 这么讲你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我在救 我在帮我 我知道 听都听不懂的 帮你再削一点点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师父在帮我 好了 师父给我看看家里的佛台 佛台蛮好 佛台鬼来 菩萨不来 我做得不好 白无常来得多 黑无常来得少 你现在白无常 已经经常来了 白无常来 说明你阳间 做的事情太多 全部是有白无常记录的 你在阳间 做了很多缺德的事情 暗中的阴世 那就是黑无常记录 听得懂了吗 所以现在白无常来得多 就是说明你这辈子 做了很多 坏事了 明白了吗 那我老师做到我母亲 我父亲 好了 不要讲了 你一定对不起他们了 讲都不要讲的 你一定很不孝顺 我告诉你 你一定爸爸妈妈当中 你现在只有彻底忏悔 你把哪个是气死的 否则的话 没有日子过的 我告诉你 太坏了 叫我怎么帮你啊 好了 下去吧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台长 很感恩大家 这次法会的祝援 让这么多的 我们的马来西亚的佛友 和来自世界的佛友 还有法师们 能够祝援 让更多的人能够理解佛法 两天的日子过得很快 我们也是法喜 我们也是法喜充满 感恩大家 感恩义工们 能够在关西云普照的博光普照下 让我们天天 让我们天天能够拥有的正能量 享受着佛光普照的日子 台长经常跟你们说 一定要你们好 一定要你们不要生癌症 你要记住 一定不能现世报 现世报就很难上去 我要求你们不是在人间不痛苦 我要求你们是能够到天上去 让你们跟关西云普照住在一起 记住了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人生短短的几十年 有什么可以骄傲的 有什么可以了不起的 有什么能够让自己伤心痛绝异肺 让自己生命都不珍惜的 告诉你们 人生就是一条短暂的旅游 就是来让我们怎么样进入更高的境界的 人不好好修 那你就会下去 人好好的修 就会上去 记住了 学观世音菩萨 多多的慈悲 我们不会伤心 我们不会难过 我们不会在人间就做鬼 要好好的修 像菩萨学习 众善奉行 一定要像观世音菩萨 像佛一样的救人 实实在在的 在救人 实实在在的 在做菩萨 永远做一个观世音菩萨的好孩子 做观世音菩萨的牵手牵眼 这几天我们度了多少人 能够让多少人能够发喜充满 回家就念大悲咒心经 我要让全世界所有的有缘众生 全部都能念大悲咒心经 破迷开悟 离苦得乐 我要求你们 就是要好好的学 好好的修 不容易啊 人生过了这么多年 才闻到佛法 不容易啊 有多少人什么都不懂啊 为了名为了利 一辈子就这么死去了 想一想 有多少人 三十岁 四十岁就走了 最近有一个 三十亿上司公司的老总 不就是在 四十三岁 走掉了吗 想一想 阿拉伯的王子 我昨天讲了 三十三岁 他什么都有就走了 而我们就算什么都没有 我们有这条命在 那我们就是有福气的人啊 平安就是福啊 珍惜就是福 好好努力好好修 师父希望你们 各个都变成菩萨 各个都变成好人 永远要珍惜自己所得的一切 不要去看到自己还没有得到的 没有得到的就不是你的 那不是幸运的 要真正的 要感恩 感恩菩萨已经给我们的 从今天开始 台长告诉你们 你们以后吃饭之前 要自己双手合十 感恩观心菩萨 让我今天还拥有食物 拥有我们慈悲的心 拥有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身体健康 还能吃得下 你们好好地 自己祈祷 观心菩萨 会给你们加持的 台长不停地把观心菩萨 最新的信息告诉你们 你们知道不容易 菩萨还告诉我说 昨天晚上 因为我昨天法会上讲了 今天很多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佛友来 所以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在这里做一个功德 哪怕今天在这里护法 哪怕做一个义工 如果你说我们家里有困难 你可以把今天 明天 昨天在这里的 所有的功德 说我给我的孩子 我给我妈妈生病的孩子 重病的妈妈 我可以给我自己身体 什么都可以给 这个是比许愿放生还要快的 但是不要把自己身上 所有的功德都给完 否则你会贪下来的 听得懂吗 师父来一次不容易 昨天帮那个小孩子 因为帮他加持了 所以我没想到 他身上那个灵性 到了晚上来找我了 所以师父一直到 今天开场之前 人都很不舒服 头痛 我昨天一天就烧了 一百多张小房子 所以我就是告诉你们 帮人家要备业的 要救人要付出的 所以想做个好人 都不是这么容易的 但是不管再苦再累 因为我们心中有佛 因为我们不是要求的人间福报 我们要求的天上的正果呀 再一次感恩 所有的佛友们的付出 感恩这些义工们 感恩大家 你们看师父 师父也满心欢喜 我希望你们能够救度更多的众生 希望你们能够明白自己 这一辈子到底到人间来干什么的 我们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来 稀里糊涂的走啊 我们一定要救完众生 我们才能到观世音菩萨面前 妈妈 我没有辜负你 我带了这么多的菩萨上来了 我想一想 如果你们像刚才那位女士一样 你们什么心情啊 如果当你们知道 你们还能活三个月的时候 你们什么心情啊 想一想一架飞机 上去四秒钟 整个机器停摆 如果不是学博 不是我们念经的话 这个要飞机早就出事了 飞机不就是这么出事的吗 但是我们怎么活下来的 因为我们有这么慈爱的观世音菩萨 我们有伟大的菩陀 我们有阿弥陀佛 都在保佑着我们 吃的太少了 台长最后告诉你们 今天来了哪几位菩萨 佛陀佛 观世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 斗战圣佛 洪海尔 全部都来 观地菩萨 也到了 我有时候 看到菩萨 站在我后面 他们在加持 所有的人 我就掉眼泪 菩萨给你们加持的时候 我没想到 菩萨都在掉眼泪 很感动 菩萨是觉得我们最苦的 但是我们现在闻到佛法了 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啊 我们不要忧伤 我们不要烦恼 我们要的是自己一颗纯洁的心 赶快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充满着佛光 让我们普照着这个大地 这样我们才会越修越好 谢谢大家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君洪台长 非常感谢大家参加本次 悬疑综述大型现场解答会 本次法会圆满结束 祝大家学佛精进 法喜充满 祝大家 제품応藕 谢谢大家 感恩大悲的搞笑 大莫关心 菩萨 大莫关心 菩萨 大莫关心 菩萨